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欧大哥 今天我接到了陕西一位小朋友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他说自己是一个男生 成绩很好 但是因为体质差 跑步跑得比小姑娘还慢呢 然后大家都叫他蜗牛 他好难过的 都不想上学了 这怎么能行呢 新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是啊 蜗牛虽然背着重重的壳 缓缓向前爬动 有点吃力笨拙的样子 但却始终向前 我们猫大哥就很敬重这种精神 不错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是从来不会放弃努力的 这位小朋友 你也一样哦 再说了 体质差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事情 哦 猫大哥 你有好办法呀 那当然 首先要做到不挑食不偏食 保证充足的营养 有道理 那其次呢 这个其次嘛 别急 看完精彩的动画片再告诉大家吧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山村里 男小猫和飞小狐为了李家村的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决定去偷 巨宝盆 哇 好美啊 哇 好多鱼啊 哎 要不是赶着去偷巨宝盆 真想在里面好好地游个泳 别想了 天这么黑都快下雨了 哎 我们说来 嫂猫 你确定 巨宝盆真的在这里 这还没说 我们小猫从来不说假的 只能偶尔以后会看走眼一点点而已 看走眼 这很少看顶眼好不好 这个 这次你就放心吧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我保证 只好希望是这样咯 飞小狐 你就等着找到了巨宝盆 过那种想吃就吃 想扔就扔 补充贴车的生活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们来偷居宝盆 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李家村的人们 知道吗你 还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咱们赶快进去吧 好 我先进去 快走 别让人看到了 你干嘛用那么大力气啊 我们来点找东西吧 巨宝盆 巨宝盆 你在哪儿 巨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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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蓝小猫 你这么大声 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那怎么办呀 你找到了没有啊 真是奇怪 明明说是在这座房子里的 怎么就是找不到呢 太奇怪了 怎么搞的 你没有弄错地方吗 没错 没错 我们赶紧找吧 这里好像有东西 肯定是巨宝盆 快让我看看 怎么看不到呢 飞小猫 我看还是你来吧 好 快拉我一把 看我的 看我的 你还不见 飞小猫 这就是巨宝盆吗 这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跟一般的洗脸盆差不多嘛 还有这么多鱼饲料 也太普通了吧 不会有什么器官吧 阿拉丁的神灯都要擦三下 或者念几下咒语才会陷灵 这个巨宝盆 不愧也有这些功能吧 这个 哎呦 我们到哪去找咒语呢 要不到别的房间去找找看 怎么样啊 快 快过来 这儿有一个宝盒 里面肯定记载了巨宝盆的使用方法 肯定是的 快打开看看 快快点 我来放 大家不用挨动受饿了 太好了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不劳而获无处有 辛勤努力聚宝盆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聚宝盆 辛勤努力才是财富 我们辛苦了大半夜 竟然毫无收获 太没有天理了 唉 别哭了 天无绝人之路 再说 我们大家一直靠自己的勤劳活着 虽然很苦 可我们很快乐呀 继续这样下去 没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飞小狐 我也知道你说的对 可 可什么呀 放心吧 我蓝小猫是一颗红鲜两手准备呀 什么 你有办法 当然有了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 说 只要能让整个村子的人过上幸福生活 我飞小狐义不容辞 飞小狐 你还记得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吗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湖 里面还有很多鱼呢 你不说我都忘了 只要把湖里的鱼饲养好 很快 咱们整个李家村的人 就不用饿肚子了 对不对呀 对呀 可 哪来的鱼饲料呢 唉 刚刚那个盆子里装的 不就是鱼饲料吗 哈哈 对呀 我们再找找 一定能够找到更多的鱼饲料的 哈哈 再也不用挨动受饿了 太好了 真可真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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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全村在蓝小猫和飞小狐 两个人的怠惰下 靠勤劳致富 收贵了很多鱼 李家村从此过上了 封衣足食的生活 我说飞飞 我说飞飞 这回你记住了吧 勤劳才是财富 千万别想着不劳而获啦 哈 别说我 你也是一样的 别争了 今天你的表演非常出色 是真的吗 嗯 没错 我对你今天的表演相当满意 不过蓝猫吧 对角色的把握还需要加油 哪有偷东西偷的那么大胆的呀 明白 我以后一定会改进的 好了 小朋友们 动画片看完了 包大哥 你快接着说说 还有什么好方法能增强体质 嗯 其次是加强体育锻炼 比如晨跑跳绳等等低强度的训练 对增强体质很有好处的 当然最重要的 是还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人们不是常说 心宽体盘吗 没错 因为体质差而烦恼的小朋友 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好啦 先来公布上一期有讲镜答题的答案 指南针是辨别什么的仪器呢 正确答案是 方向 小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猫大哥 今天我在来上节目的路上 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放风筝呢 是吗 我最喜欢放风筝了 是吗 猫大哥 你喜欢放风筝 那你知道风筝的故乡是哪里吗 当然知道 走 跟猫大哥一起去看看 下面精彩的动画片吧 Let's go 为什么说中国是风筝的故乡呢 又到一年三月三 风筝飞满天 每到春天 放风筝真是太好玩了 红的绿的花的 高高的飞翔在天空 有的像鸟儿展翅高飞 有的像鲤鱼游翼蓝天 可是大家知道风筝是怎样来的吗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古时候啊 风筝又叫指鸢指摇等 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么悠久的历史 就算小朋友们把自己的手指脚趾算在一起 数它个一百遍也不够哦 那么风筝又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呢 巧匠鲁班曾消逐为雀成而非之 应当说这是风筝的前身 五代时期的李叶 喜欢在闲暇的时候放纸鸢 后来在鸢的头部安装竹笛 使得风吹进竹哨 发出像骨针一样的响声 就此取名为风筝 就这样随着不断的发展 风筝的制作越来越精美 样式也越来越好看 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间工艺之一 风筝的故乡就是我们美丽的中国 好看完精彩的动画小知识 现在要出题目考一考大家了 知识有讲进答 风筝的故乡是哪里 1. 美国 2. 日本 3. 中国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播到蓝猫快乐热线16899199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品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真是飞翔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 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真是飞翔 像是心中的方向 真是飞翔 像是心中的日子 只有 Кто 见不见的 可爱 int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